为什么骨验是精致的 肚子臭啊,肚子臭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种菜朋友,小美杨子鸭 今天我们又来霍平镇 因为上次我们赶集买茶树,没有买到新鲜的 那个老板说今天赶集的时候,跟我爸爸带新鲜的苗过来 所以我们过来看看,我们大概要买100根左右 种在那个桃子树里面 今天又下雨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开始电闪雷鸣 凌晨三四点一直在下暴雨 今天赶集的人肯定不多,我们去看看吧 街上都是石鹿鹿的,王师傅带的斗篷 因为桃子树只能活个七八年左右嘛 所以后续的话我们就有其他的苗木可以替代 我以为今天下雨应该感激的人不多的 我以为今天下雨应该感激的人不多的 没想到没想到人还是很多呀 好热闹呀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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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豆面 卖苗木的 看这里我们买的是茶树茶树 好多根的吧 老爸听力不好 好多根 好多根 一百根八十块钱 茶树长得很慢的 这个苗是一年苗,比花椒还是长得快一些 花椒树长太慢了 花椒树主要是育苗的时候长得慢 后期他长大之后就长得快了 二年我活聊就奉程一年 老爸在讲价啦 花椒树 这里好多果树苗 有板栗 花椒 黄桃 水蜜桃 冬桃 柚子 梨子 梨子还分好多品种 还有橘子 橙子 我老爸又买了一种旗橙 这个橙子上面叫的是这个品种 纽花旗橙 不知道对不对版 到时候看看吧 这个就是新鲜的 现挖的 你们认识吗 买这种苗一定要买新鲜苗 不然的话不容易活 因为我们去年买过的 还剩了一点点地 去年也是买了几百块钱的果树苗 我老爸是这么认的 他说这个上面有新发出来的芽 这个苗就是新鲜苗 栽起来容易活 放的时间没那么久的 如果不新鲜的苗放了很长时间的 我们一栽的时候 它的成活率是很低很低的 在这个之前 我爸爸已经种过一两次这些树苗了 有一次他买的那个树苗 基本上全军覆没 去年他买的时候就长了新鲜 买的这种新鲜苗 所以去年栽的 我们基本上都活了 我们去年树苗 这种旅中国人 只能把买出去 是他 我们一起吃 非常吃 我们的这种哥们 有点点烤 我们買了 100多根茶树苗差不多是100块钱 然后又买了40根 又买了20根纽花提成40块钱 现在老爸说再买点小鹅 因为我们家鹅就只有一只 所以看看鹅 我老爸说他想买灰的鹅 但这里没有灰鹅 都是白鹅 白鹅是黄色的毛 好多新鲜的蔬菜呀 辣椒和西红柿都是2块钱 靴子雨靴 下雨天的时候穿 还有干活的时候在地里穿 农具 葡萄铲子 泥巴 耙子 葡萄铲子 有些家里面不是说外面的东西都被老鼠吃了吗 你可以用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捕老鼠的 这里是卖蔬菜还有肉 这个在我们这叫牛头葱 野葱 在我们这叫卷头 这个是打油菜的 打油菜 卖的有贝勒 甜酒甜酒 好香啊 猴子爸爸 猴子爸爸 先来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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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不如我拿不信 还没带 10个 1块钱一个 10块钱 1块钱 多用 2块钱 9块钱 saf 有15块钱 2块钱 泥丘 泥丘 切苗和辣椒苗 土豆一块钱一斤 线椒和螺丝椒 西红柿茄子黄瓜 蜡子只有两块钱 蒋官也只有两块钱 没点东西的你 没点有点多 那些没的蜡子都比人家强弯的 没了啊 好 嗯 两块钱已经找 哈哈 我们回去了 回去了 我们又来吃米粉了 老爸吃面我们吃米粉 老爸说要买点玉米给鸡吃 米粉 有黑木耳黄豆 还有肉丁丁 吃米粉了 有黑木耳黄豆 老爸吃了面 吃东东照怪不好意思的 哈哈 哈哈 你还没适应镜头吗 哈哈 是不是怪不好意思 老爸说 上镜头怪不好意思的 哈哈 爸妈在门口吃 好不好吃 吃完啦 吃完啦 光盘行动 有点汤 汤已经糊了一半了 有点水水 我糊完它水水 嗯 老爸已经吃完了 那你还喝一点点 把干汤 一点都不能伸 一点都不能伸 老爸笑我还伸这么多的汤 我说啊 汤上水也要加这个水水 哈哈 金花的 汤都要进去 看我们回来了 茶树和橙子树 这么大三代 一共是140块钱 是不是还挺划算的 等一下老爸要去山上种树了 因为今天正好下雨 种树之后不用浇水了 容易活 我们买这些树苗的时候 首先 要看它的叶子是不是新鲜 如果叶子都已经掉了 那证明它可能挖的时间比较久了 我们在栽的时候 它成活率就差 其次的话 要看它的根系 根系要发达 根系多 这样我们后去栽的时候也容易活 还有这个橙子树 因为现在我们栽了之后 它要缓苗嘛 所以我们会在栽的时候 把它的顶端给它打掉 避免它自身消耗养分过大 这样也可以提高它的成活率 好了 我们今天买果树苗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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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